台湾周三新增6个本土个案 各界关注台电职场群聚 其中有一例孕妇接种过两剂疫苗还是确诊 指挥中心表示 这名个案在打完第二剂莫德纳隔天就发病 不算突破性感染 并说明台湾9例突破性感染情况 那在14天之后还有再染COVID-19 那目前这9个个案都是打A例的一个疫苗 而这9例事实上除了有3例是α变异株之外 那有一例在定序中 另外5例的CT值都是大于30或是没有定序 台湾9人突破性感染都是轻症 而在美国则是有人被传播力更强的 Delta变异株突破性感染 且病毒量相当高 甚至先前指挥中心曾说明 比利时一家安养院有7名老人打过疫苗 仍感染哥伦比亚变异株 还出现重症死亡 指挥中心专家张尚淳也以美国研究资料 分析变种病毒对防疫的影响 这波的Delta 即使在打过疫苗以后的人 那他们的CT值可以还是很低的 那换句话说他们病毒量还是可以高的 所以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他们施打疫苗的比例蛮高的 那可是还是有这么大规模的传播 那有打疫苗的人 当然也还是会担心他的防护力 对于这一波的Delta是 要我们需要靠其他的方式也是需要加强 张尚淳还说明外国研究发现 Delta病毒更容易感染0到3岁的幼童 也更容易造成加护传播 因为幼童与照顾者之间会有更密切接触 在变种病毒威胁下 国内民众对疫苗需求更迫切 指挥中心就宣布20到35岁民众 也可以在星期五中午以前 上网预约高端疫苗 并在8月23号起开始接种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 黄彦霖 台湾台北报导